前花梨幸运高小成 这届虽然没有连任成功 不过家里成员很开心说 谢谢大家把爸爸还给他们了 大女儿高杰心和男朋友 纯步坤讨论要在玉里开餐厅 让在家里头负责长厨的 父亲高小成厨房的味道 可以分享给大家 而店名是取自于布农族的 该醒就是饭的意思 希望大家来这里可以吃到家的味道 朝大落地窗望眼过去光线明亮 舒适的用餐空间 这里是玉里镇上新开的中式简餐店开幕 比较特别的是 这是卓西湘卓乐部落青年高杰心与家人所开 高杰心因为父亲高小成 这一次没有当选就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家里一直都是爸爸长厨 为了分享家里厨房味道 开了这间取名布农族该醒的中式餐厅 煮饭的意思 然后他在阿美族是碗的意思 然后当初开这家店是因为想说 有一个时机点 所以我们就准备跟家人准备一起筹备这家店 然后我觉得这家店开的意义 我觉得不只是在卖吃的 更主要的空间是它是一个空间的分享 然后可以让更多人聚集在这边 不管是聊天或是一些分享自己的故事 或是上课讲座都是一个很好的地点 在开幕之前高杰心每天都跟父亲讨教招牌滷肉饭 以及猪脚饭的精华秘方 开幕之后就完全自己长出了 高小成也说离开前一会之后 每天都会来店里报到 关心女儿进度 不过现在他们都可以自己处理 现在因为网络的发达 也可以增加一些在这个料理的过程 那现在就交给我们决心 这个让他来自己在研发大众化的口味 希望大家喜欢 这个来这边聊聊天 吃比较的东西 前华联县县议员高小成 虽然这一届没有选上第四选区议员 但是家里成员开心地表示 谢谢大家还给他们爸爸 让在家里负责长厨的父亲高小成 厨房的味道分享给大家 店名取字布农族的该醒是饭的意思 希望大家来这里吃到家的味道 记者高双双玉礼镇采访报道